歡迎大家來到凍晚廢物,今晚是第227集 我們講的題目是史歷 不是凍晚線嗎? 是史歷 收聽有方法你做,直播的時間是www.acrobish.org 如果想和我們MSN的話,大家一起在mqun 或者你去msn, acrobish.radio.gmail.com mqun是group275180 at msnsong.cn 大家好,我是漫遊者 我是斯迪 大家好,我是阿檸 甚麼? 要對咪咪,嘉賓 大家好,我是阿檸 這樣才能聽到 其實在講史歷家之前,剛才斯迪也說了 預告了一點點 對,一定要說一下 其實每一次的動費都會是這樣的 因為問題就是,動漫節一定是星期五開始 所以如果那天有去的話 小不免也要回來速報一下 當然要啦 今早上晨七,走了進去排隊 晨七? 晨七很早,但我上班也沒那麼早 九點鐘到彎底,我自己也沒那麼早去 so am i,我也是啦 那今年就講少少啦 尾大寒道是不是長了? 尾大寒道 尾大寒道就沒有長 但是呢,範圍大了 原來地球真是圓 即是闊了 尾大寒道真是彈彈彈一個圈 在整個場的左手邊和右手邊都是這個 圍繞著這些 偉大寒道 參展商 就是海賊王 整班海賊王 這樣啦 但是,今年如果就這樣走進去 我覺得真是悶了一點 咦,有多悶呢? 好悶喔 我覺得好逼 即是,還是很虧死多人 都不算好逼,是吧? 某些位置,即是V,Xbox那邊 即是有些活動在那裏 視新遊戲 對,在那裏做活動 那裏變成了一些人圍觀 我自己的印象就是 Xbox那個位置每年都多人 然後就是 今年多了任天堂 任天堂被人試中文版的V 所以都多人逼在那個位置 看感的那個是不是任天堂? 看感的那個是Xbox 對,那個就是Xbox的 叫Makkinic的一個 沒有控制器的看感裝置 嗯 說回動漫那兩邊 我自己的感覺都是 怎麼說呢? 很少東西買 其實你看到那些Proof真的越來越小 我也是的 其實精品好像不多 而且他們的精品呢 而且他們的精品呢 很多都是做賣刀刀劍劍 貓耳貓尾那些 沒有其他的 對,所以就真的沒有什麼變化 那另外,如果有留心 你真的可以看到其中一個 可以叫指標 就是 Megabox和東立 Mega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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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東立 我講得那麼遠 九龍灣 如果你說玉皇朝和天下 始終他都要有這麼長的 衝刀一下 場面的一個大小 所以他不會把自己的Proof 設定得很小 雖然近年來天下 玉皇朝都越來越 就是 我不敢說他具體 是不是真的小了 那個佔地 但是整體來說 那個效果都是 沒有以前那麼宏大 其他類推出的精品 其實規目是小了一點 但是更加明顯的就是 東立 從以往我們印象之中 很久很久之前 做很大的Proof 到現在只剩下兩格 不過東立 其實會不會跟他 有擺書箭有關呢 我覺得 沒有關係 以前就算兩個剪都擺 他一樣是用回那個 那麼大的Proof 所以其實你看到他的Proof 是越來越小的 那就 MegaStore 都是越來越少東西 叫做什麼 越來越少東西買 多的特別版 波浪壓紋特別版 這個不可以很開玩笑 如果大家有興趣 吵一套波浪壓紋特別版 或者波浪壓紋完全版 就一定要去MegaStore買 為什麼這麼說 就是因為 他把回書壓到炒了 所以其實就是 老實講 都真的 空面已經彎了 極之浪漫的 完全版的 花樣男子 對 所以真的小到小 少女漫畫 本書真的很浪漫 很浪漫的 浪漫男子 這樣 但是我們 今天就不是很多東西特別見 唯一一個有趣的就是 在Opening的時候 一講 私以一宣布 我們現在有請大會主例嘉賓 人大代表 鄭耀堂先生 然後後面就有一個叫做那個叫做那個叫什麼 呃 MC 那個叫做 攝影師 蛤 坐下啦 哈哈 很大聲地叫 坐下啦 我挺害怕 有些激進組織 滲入了這個動漫 他只是叫前面那些 阻礙著鏡頭的人 坐下 嗯 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另外 今天司迪很慘 怎樣慘 被你拿了下達最下一個簽名籌 是啊 但你又沒有留在四點鐘浪費了最下一個簽名籌 是啊 香港又少了一個下達的簽名 我見過編過60 那就是 少了一個就只有59個 好慘啊 但是呢 也有些東西可以介紹給大家 我不知道 明天還會不會入 我們知道呢 這個夏天 即是這次動漫節 玉皇朝 就總共推出了三本聖鬥士星矢 明王神話的作品 包括兩本首代目史職的 The Lost Canvas 就是第18、第19期 以及這個車田正尾版的 Next Dimension Next Dimension 就是這個 全彩色的 全彩色的第二期 第二期 第二期呢 Next Dimension 因為它是全彩色 其實它就賣48元 對 買過的人都應該知道 而這個The Canvas The Lost Canvas 就是賣30元一本 因為它是黑白漫畫 大家都知道 那麼 去到Megastore的時候 我和阿斯迪加走進去 走到過去 就突然看到 咦? 眼前一亮 眼前一亮 Next Dimension 標價是28元? 放在這個 Lost Canvas旁邊 對 然後我思前想後 想了幾秒 我發覺 一定是標錯價 因為其他所有的書 都是便宜2元 沒有這本便宜20元 那麼多 不是啊 有些都便宜20元 不過是那些 10元專區 20元專區 那些地方 可能你會計算到 便宜20元 對 所以呢 這個 叫做 即 我和阿斯迪 即場 就想 不如把這些書 買回來 然後走過玉王朝那邊 買去 分銷 對 因為 你便宜20元 你過去 買貴10元 也有個數 大家一家便宜 兩家獎 對 我打算一組 本來打算是這樣的 但是 因為我身上得到 1000元 又不用了 所以唯有這樣 無求 大家都可以分享到 這個優惠 所以 今天提醒了大家 如果 大家 有興趣 的話 不妨 不要去玉王朝 買 先去 那個Megastore 看了 如果他已經 正常價 那 也不要去玉王朝 那 其實 Megastore的收益 都是 入回玉王朝 不過 這個是負收益 我相信會是 很慘 標價應該會被人 摘棍 明天 多少簽名會 明天 其實 我覺得下達 今天簽名 有些奇怪的 可能 走不了時間 相信是 那 另外 其實 今天 臨尾 也有一個 不錯的表演安排 Puffy 他們來了 唱了四首歌 那個他來了之後 唱 那些人真的全場 是 有什麼事 我們走了 可惜我們 沒有留到最後 對 始終都要上班 沒辦法 那 那下達 不是很沒面子嗎 那他走開 另外就是 明天也有很多簽名會 首先就是 有首代目史職 那 另外就是 其實我也是為了他的簽名 所以我才排隊拿醜 另外就是 還有幾位漫畫家 包括歷奇 葉明發 老師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你們明天有天下一個 他妹就知道 自己參場一下 每天都有簽名 那 阿孫 阿姜 阿姜 都會明天有簽名 陳某不是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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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暫時說到那麼多 因為 畢竟還有四天 那麼多的時間 就有星期六日 一二 可能那些才是 如果你有今天 迫的話 其實星日和後日一定會更迫 因為星期六日 但我也想問一下 阿嶺 其實今天你看到 那些Cross Pairer 有沒有什麼 就是 跟之前那些兩年 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可以跟你說 我可以跟你說 就是 之前那些兩年 都還是很人道 建一個叫做 跟衣室 可以給我們換衣 但今年就不知道 他跟我們說 我們Cross Pairer 排到 水蛇沖禁場 排到 新水新汗 進去 之後用個跟衣室 是只可以換衣 進去會場 並不能讓我們 換衣走 就是只可以換衣 進會場 然後就這樣走 嘩 那如果我穿得很性感 進會場的那些 就要穿著很性感 這樣走 基本上 他們有我說 在場 回展裡面 所有的另外的 廁所 是又不會讓我們 去換衣 然後 然後 然後呢 我看到有些 穿著 穿著 一個斗篷 然後一個 裏 落牆 之後 我說 我去了樓上 殘廁 換 到最後換到一半 就被人趴出來 什麼啊 你換衣服 他不知道 不是 他是會見到你進去 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我進去 不可以去廁所 他不讓你進去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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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急著怎麼辦 我怎麼知道 走地 神經病 我想是 沒有鬥 沒有鬥 那些 Cospear 怎麼走 整身那些 那些 那些不同的 那些不是蒸慶祖的 也有些 類似 穿了甲 那些 裝了武士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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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 德川家康出來 哈哈 我不是德川家康 是二郎三郎 是啊 好啊 那 希望 另外 要提提 今年 入場費貴了 28元 所以大家 入場的時候 就 要有心理準備 如果你還以為是25元 其實就 不是的了 已經是加了3元 然後問一下 朋友有沒有人看 這個 Nix Dimension 那就可以用這個8元 是啊 記得 如果你有看 Nix Dimension 就去這個 Mega Store 買就可以了 好 那今晚的 正式入我們今晚的主題 對啊 因為都會長講的 是啊 只會講一夜 只有我們兩個人 怎麼辦 怎麼辦 你們是死力家 我是老友 老 我是死力家 寫家 不太說話 那個 那就是 Fiona公署 哈哈 有多看 說一下 那套作品 Dream Dream Work 現在 電影 我們 我們偶爾都會講一下電影 進階 好 那 Next Dimension 好看 我怎麼知道 有些人喜歡看 車田正美 親不演繹 是啊 好 那 基本上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當 其實 死力家 總共 一個系列 總共有 五部作品 包括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一二三四 中間 還有一部 3.5 可以叫做 神兵 指力家 3.5 最後 剛剛 電影上了 就是 這個 叫什麼 萬歲萬萬歲 下了畫面 好像還沒下了 還沒 沒那麼快 雖然被人 追擊得很厲害 Toy Story 3 Toy Story 3 所以呢 這個故事 你可不可以 其實當是 怎樣說 是一個屬於 男人的故事 男人的浪漫 對 男人的浪漫 如果你整個系列 這樣看下去 是一個很屬於 它完全不屬於 是 迪士尼那種 是 比較多傾向 兒童和女性 兒童和女性 女性 或者青少年 它真是屬於 男人的世界 男人的世界 你越有 你越是那種年紀 比如三十幾四十歲 你就越有那種感覺 對 所以應該要等每日浪來 才正式入正題 是嗎 那我們 是否應該要做一個故事簡介 是 沒錯 因為它 其實 我覺得它四集 都有點 取向上 有了一個改變 所以第一集 當然說起源 第一集 就是 它拿一些 童話故事 主要是 格林童話 那類 中世紀的 童話故事 用來 玩 我覺得 都是有些惡搞的意味 就是 即是 即是 一開始 基本上 跟你說 其實每一集 開場 都是這樣 就拿著童話故事 就揭 揭 揭到這樣 哪裏有這樣的故事 叫做 撕鬼 但其實 最後它是蓋上 故事書 故事其實正在走 對 然後就進入了 那個世界 其實就是一個 童話故事的世界 來的 說出史遲家 就是一個 妖怪 叫做 基本上 是 孤獨精 來的 那 它呢 就一見 一見 就 住在這個 沼澤 沼澤 裡面的一個沼澤 那 那 其實 基本上 都是有些歧視成份 那 就捉 那時候那個叫什麼 科隔親王 對 捉了 即是落聖子 捉了 這些童話故事 這個科隔親王是個矮仔 嗯 嗯 對 但是又要裝高 騎一隻馬 就要套一個 腳架 對 套一個腳 下命令 就捉了一些 古靈精怪 不像 人不像鬼的 那些 叫做 童話故事怪物 例如 猛的老鼠 會 講話的牢 就是牢友 木偶仔 一些 小精靈 那 就拿去 拿去 對錢 就叫做 露菲那些 被人捉 那 就捉鬼了 他就趕鬼了去 施力加的 那 就是施力加這些 孤獨精來的 那 就搞他的牢 那當然是反他的桌 但是他又是一個 很浪漫的男人 那 他不會自怨自喊 那 就馬上去找 科格親王 說話 真的越看越像阿朗 是嗎 嘩 嘩 要聽越像阿朗 都像的 黃秋生 不把聲 就是黃秋生 第一集 那 就去到 其實 那時候 就遇到 先遇到 路友 應該說 在那個 就是那個 叫做什麼 什麼 就是 在那些士兵 在幫人登記 那些童話故事怪物 就遇到 路友 之後 就去 就說 那些 怪物就遷了 他的 他家裡 隔離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小小 整個森林 整個森林 就只有斯里加一個人住 他應該可以再說一下斯里加的特徵 斯里加的特徵就是 他很髒的 他是妖怪 他在泥漿 或者沼澤裡面洗澡 當然更加喜歡的就是 沼澤洗澡的時候放屁 食鼻剃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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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畫一隻眼出來 就是 Drior Martini 裡面那一顆 車梨子 車梨子 另外就是 很喜歡撩耳屎 撩耳屎的意思出來可以當 蠟燭 蠟燭 基本上 這一種就是 他的生活 他本質上 都是 很嚮往自由 他的絕招是 妖魔咆哮 你都沒有介紹 對 總之就是很大聲 就是怒哮 向著你怒哮 去到第四集 也有 出名到 有個小孩要他表演 叫啦叫啦 叫啦 搞到斯里加就是 灰了 發展了第四集的故事出來 後話 他走去找 科格親王 科格親王在搞 比武大會 要找一個勇士 去救 Fiona 公主 詳細就不說了 就被 阿斯里加 那班所謂的勇夫 被阿斯里加 倒下了 也不止 也包括路友 都是 也有幫忙 高貴的戰馬 也有幫忙 哈哈 高貴的戰馬 阿斯里加 救了之後 在路上 跟Fiona公主 相處 互相 欣賞了 後來 後來 他們當時的Fiona公主 現在就爆了 還是人形 那斯里加 就覺得 你又是公主 又是一個人 又是 身份地位 又高 懸殊 懸殊 那麼緊要 就不自我退出了 即是電車和愛馬士的關係 都是的 都差不多 但這個 電車 老一點 還有 擾紮男 粗獷一點的電車男 都是紮男 如果以這個媒體的定義 其實都是紮男 他唯一不在網上打電話 對 他喜歡躲在家裡 那 其實 就送了 去 和 科格親王 成親 出資 當然最後 其實 都是 按照 童話故事 定律去 走 有情人 會忠誠 但呢 講到這裡 有沒有一個 想法呢 就是 Fiona公主 好像一個日本 動漫畫的角色 嗯 有沒有印象 沒有 基本上那種變化 都是這樣的 由一個漂亮的人 變成了一個妖怪 嗯 就是菲利揮一下 兩大 就是幫手 我忘了叫什麼 就是一個比較醜的 就是 原本很英俊 然後一變身 就會變成 好像費安娜公仔 都是綠色的 那件 我忘了 是不是綠色 總之 他原本很英俊 嗯 但是一變身 之後 對比達一變身 就會變成 夾拐 那樣 第二段變身 就是 好像夾拐 那樣 就是那個 尤其是 那個 髮型 嗯 對啊 對啊 都有點像 對啊 都 簡直是那種 因為他也是棍邊 的 好像 好像 有啊 有啊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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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啊 對啊 那 就是 配襯綠色的皮膚 其實 都很 很醜 但是他有沒有解釋過 為什麼他 早上就會這樣 晚上就會這樣 他其實是被人下咒語的 就是被人下咒語 還是因為跟他爸爸的關係呢 其實 其實 沒有關係的 第一集已經說 但是後面又沒有說 為什麼是史力家這樣的樣子 就是 為什麼可以是史力家 對 為什麼剛巧是史力家的樣子 為什麼他不是老友的樣子 對 其實香港的翻譯那裡 有少少 我又不敢說出錯 有少少可能 比較難翻譯的 一些 叫做咒語的文字 就是英文的 咒語式的文字 他說 是日頭未如花 晚上就 爛茶而已 沒有夜茶 一樣 總之 晚上就醜 醜到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他們 當他們 就是 史力家救了他出塔 就是 從塔裡面救了他出來之後 基本上 他也是 晚上要躲起來 趕路是不可以趕通宵的 所以 晚上躲起來 不讓人知道 自己 堂堂一個公主 晚上會變成 自己家 那樣 其實他都介意的 嗯 他是想著自己是很美 還有 最初最初 他以為 就是 在未這個 其實他初頭都 幾 怎麼說 初頭第一下 印象給我覺得 都幾公主病 嗯 就是他那個人 呢 是會 化脾氣 明明是 怎麼說 明明是 屬於這個 嗯 有些 有些傲嬌 其實 有的 他其實是 可以去打的 其實他自己都可以走出來 坦白說 對 他一個打了幾個 羅賓漢那班 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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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劇團全部都被他打倒了 他還懂得這個 春麗的倒掛 實在是非常好 還有唱歌是唱爆隻雀的 是啊 這裏其實就是串迪士尼那些 動畫 是 惡搞的迪士尼那些 那些公主一定早上就唱歌 他陸續後面都有的 其實第三集他有惡搞 白雪公主 睡美人 那個真的串到哭 真的很好笑 對 對 即是那個顛覆了一種concept的 對 對 即是說回那個咒語 日頭美語化 夜晚就沒有夜差 但就不知為何是斯力加 基本上就告訴你 在那個世界裡 斯力加已經是最醜樣的 最糟糕的樣子 就是斯力加的樣子 嗯 嗯 他裡面就說是 咒語又怎樣破呢 就是直至真愛的一文 當時其實都不會是 夜晚就不會再變斯力加的樣子 是 誰不知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翻看 如果看英文的話 其實他英文那個 原意 原意 就是它是會變得 和你所愛的人是一個樣子 所以就變成綠色 是的 一隻綠色怪物 是的 但其實為什麼他 斯咒語之前 其實他是不是 那個斯咒者 其實是 已經預計了 你的真愛就是斯力加呢 我懷疑 其實最初他是覺得 可能 斯咒者 這個純粹是我個人的補原 斯咒者就是覺得 我要將你變成最醜樣的東西 那樣東西就是斯力加這一族 因為斯力加不是一個人 他經常爆出來 他應該都是一族 譬如他都會生孩子 但其實他的親戚未出現過 可能死了 他就是龍珠的天神 剛剛來到地球 他們整個都是南美星人 他要找斯力加 你去南美星找到 OK OK 這個就是第一集 到第二集 這裡有一件事要說的 在這一集 奴友已經追求女兒了 他 他預工作與娛樂 是的 他第一時間已經追求了一條火龍 即是一個超多口的 這個 一隻奴仔 奴仔 奴仔是不應該會說話的 即是斯力加 偶爾偶爾也會有這句對白 那 就 混了一條 不懂得說話的噴火龍 所以是很合適的 即是 即是會噴火 全部都是有什麼 奴友說完 第二集 其實是另一個誤會 一開始打開本書 然後就說 有一個王子 拯救這個公主 這個就是一個 懶有型的 魅力王子 魅力王子 走過最炎熱的沙漠 和最 寒冷的 激地 誰知道 去到之後發現 還沒救了 走了 然後問人 做什麼 被救了 又是另一種很顛覆 傳統 童話故事的 概念 就是 平時都是王子去 誰知道是抹夜郎在看書 對 抹夜郎 在那裏 穿著那些睡裙 戴著一頂睡浴帽 在那裏 看故事書 咦 火龍蠻公主走了 他就被核杜蜜月 對 裡面都蠻有趣的 其實他的畫面很強 我們應該要討論一下 這畫面 其實 史歷家和菲安娜 動蜜月的畫面 是很浪漫 就是 就這樣看 看的開始是很浪漫的 例如他們會在唐哥屋裡 即是 那個童話故事世界 在唐哥屋裡 人家住酒店 住唐哥屋去動蜜月 這樣 開門 有個小妹來賣 其實我不知道賣什麼 好老實 總之就是賣一些小食 小紅帽 握著籃籃 來賣 賣 即是 應該外國會比較多 可能會比較多 靠門 想你 幫襯一下 幫 一些窮困的小孩 類似的 看見 出來的那個 是斯德嘉 以及 費魯南公主 一嚇到 扔下籃籃 扔下籃 他們會在草原上面 面對面 慢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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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跑 然後 鏡頭一拉開 原來後面 一群村民 握著 草頭 荔爬 正在追著他們 原來 正在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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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怪物 其實都是 在故事裏面 他們想說回 其實都是不受歡迎的 始終都沒有改變過 被人邊緣化 回到閉路 《歓力》 第二集 他們回到家長 看啊 即是看國王跟皇后 費安娥的父母 去 個 《山卡拉王國》 中文叫做 《山卡拉王國》 對 巴士 誰不知 原來 仙女教母 跟 這個 國王 我不記得名字 國王有協議一組 原來預定要把女兒嫁給魏力王子 其實他是他的兒子 很早就被揭穿了 所以合計使用魔法藥 都是真愛的一文 貫穿四集最終的Mission 都是真愛的一文 但這次真愛的一文 其實不是真愛的一文 那個已經變成法術的 令法術的魔法變成後面永遠既定的事實 為了Fionna喝魔法藥之後 之後他再疼愛的第一個人 他從之後都會愛上這個人 即是魏力王子 好像北斗之拳那樣 嘉奧點了阿玲的穴道 最後他眼睛一眼看見哪一個 他就會喜歡哪一個 有這樣的典故 我也不太知道 有很久了 但他就把魏力王子交換了 即是假意幫他們恢復人形 令到史迪加都變回人形 但就把魏力王子和史迪加調包 變成史迪加又要再去梁家裡 再拯救多一次Fionna公主 我覺得其實這一集都頗有趣的 就是把史迪加變成一個 你不能夠說很帥仔 但是是man的角色 然後去引力 然後再把魏友變成一筆電馬 真正的高貴的白馬 這個設計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史迪加和Fionna公主 老實說都情比金堅 基本上沒有人可以破壞到他 即是你看得出他們不太重視外貌 但是外貌於他們來說 算是對外界的障礙 他們都希望克服了 第二集就拿了這個位去玩 我反而覺得其實就是 正正就是因為他們恢復了原貌 應該說他們原本就是想他們兩個繼續恩愛 跟外面的人有一個很親密的聯繫 其實他不太介意 其實都是 Fionna有少少未到史迪加的地步 史迪加一向都是自己住在自己的沼澤島 根本上又不理人家怎麼看 但是Fionna就是想帶史迪加走出一點點 但是他也不覺得他要跟一般人一樣的生活 或者是這樣的態度 我覺得 這些是有少少鬼佬的心態 他覺得我不需要為世界而改變 但是始終都是要跟世界有接觸的 去溝通 接觸的時候 就是要有些妥協 就是要用這種掙扎的位置去玩 而最後呢 其實這一集裡面 他們是可以變成人形的 但是 在最後的關頭 過十二點之前 他們都是選擇了 做妖怪的形象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結局 就有些確立 進一步確立了Fionna對史迪加的 情比金堅的程度 真真正正 真的完全不 看得出他是 不介意史迪加之外 甚至 我 都可以不漂亮的 沒有所謂的 跟港女就不一樣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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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愛情 即是 真愛 即是叫他真愛 不過我覺得這一集 魅力王子 都是一個 幾 怎樣說呢 幾膠的角色 即是膠都不癢 他就要 即是看他老母子 即是 那都是裙腳仔 對 即是先女教母說什麼 就是什麼 對 然後又要懶型 即是複雜化 但這個也有點 惡法 某程度上 這個也是史迪加 即是 幾集之間 有少少 個中指 就是 童話是過分美化的 其實都 即是 現實當中 就 不完全是這樣的 的情況 即 那些 所謂的王子 其實 都是有少少 怎麼說 即是 叫做公主病也好 王子病也好 怎樣也好 都是有些 有些 叫做內藥的性格 那 會 和 現在那個 比較接軌一些 我覺得 好 那兩集的內容 就先說到 來這裡 四集分量之間 對 再說第三 第四集 我們分析一下 或者探討一下 這一部作品 有些背後的相片 對 早上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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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